哦,好热闹,真没想到 在这个季节,一大早来公园 看樱花树上的樱桃 对我来说真的是第一次 今年呀,发现了很多以往不知道的事情 真的是观察了不少从来没有留心注意到的一些身边的人和事 包括这樱花树 樱花树呀,在日本那是到处都是 一排排一列列 樱花盛开的时候那种美景是众所周知的 那么樱花开过,长出叶子 在炎日的夏日围成一个一个的绿色的隧道 走在那清凉惬意的林荫大道中 那种舒心呀 我前一天拍了一个视频 有朋友问我说,那树上有没有樱桃吧 要在往年您问我呀,我真不知道 今年我真的是观察到了 所以我今天呢,又趁着这樱桃熟了的季节呀 起了个大早 到公园呀,把这樱桃熟了的景象啊 拍下来 分享给朋友 也许很多人都觉得 日本那么多的樱花树 一定有很多很多的樱桃 当然,樱花树呀 观赏的樱花呀 和接那个吃的那水果的樱桃的樱花树呀 那不是一个品种 只不过呀 这观赏樱花的这个樱花树还真接樱桃呀 您听听这欢歌笑语的 鸡鸡喳喳的鸟儿的大合唱吧 您就明白了 在这樱桃熟了的季节呀 一大早呀 鸟儿们都来赶早市来了 所谓的早起的鸟儿 有食吃 吃不完诶 那树下呀 掉的都是 今天是六月八号 走在这 凉爽的樱花树下 阳光 透过树冠 照在那一颗颗 黑的 红的 紫的 绿的 小小的樱桃上 真的非常可爱动人 朋友 您不觉得那小小的鸟儿和这小小的樱桃 是一个特别和谐的 是一个特别和谐的 真美吧 大自然 真的是不可思议 一大早的公园 鸟儿们赶早市 叽叽喳喳的 热热闹闹的 在吃那小小的可爱的樱桃 演出树林里传来 人们练习 吹奏的乐声 这吹奏的音乐 与小鸟们的大合唱 让人们感觉到了一个朝气蓬勃 极富感染力的一种生命之歌 我的眼睛 追逐着那一群群小鸟 跳来跳去的身影 我的耳朵 追逐着那些遥远的 吹奏乐声 热闹极了 我真的是忙得不亦乐乎啊 塞翁师马 烟之飞福 2020年 有很多很多的不便 有很多很多的困难 但也给予我们 很多很多 学习 开眼界的机会 停下脚步 慢慢的 做一些我们以往忽视的 也可能很有意义的 让我们重新去发现 重新去思考过往的生活 给予了我们一个冷静思考 纠错的机会吧 如果我们一直在奔跑 跑啊跑呀 所谓的灵魂 都追不上脚步了 现在也可以说 我们把脚步放慢 等待灵魂 合体 一起向前 听听鸟儿的欢歌 这大自然呀 我们人类呀 本来就是 其中一份 我们见过 自然的樱桃 是什么样子的 我们只看见过 专门为我们人类 满足食欲 所培养出来的 各种各种技术造就的 又美味又大 又有观赏性的水果 而这个 供观赏樱花的这种树 结出来的樱桃呀 又是这么的小 不知道原来那种 完全野生的樱花树呀 它会结出什么样的樱桃来 鸟儿真是热闹呀 我们听不懂 它们在叫什么 我最直接的感受 就是它们在赶早市 一大早都像我们人民 人类感激似的 群一群的 当我靠近的时候 它们会远离 当我稍微离开一点距离的时候 它们马上又飞回来了 我不认识这些鸟 叫什么名字 更听不懂 它们在叫什么 我想它们一定是快乐的 有儿快乐 忙碌的欢歌 与远处 舒心 弦式的 吹奏 乐曲 让人们感觉到 一个 美丽的清晨 一个舒心的气氛 真的很好 没想到 这是为了看看 这六月的樱桃 没想到 看到了如此热闹的一个早晨 小鸟 好快乐呀 我今次走 谢谢朋友们的陪伴 那么 下期见